接下来 我们的安利的 提供均衡的三 就是它的比例 钙是三 铭是二的比例 而且呢 铭对钙的流通是不可缺乏 所以钙跟铭一阳 听到没有 所以钙是属阳 铭是属阴 听到没有 所以钙铭 有没有人看到人家 有时眼皮会跳 这样跳跳跳 哎呦 这个钙不好 左胸右肌 有没有 那切钙啦 拜托吃一点啦 听到没有 OK 有没有听过 肠道痉痪的 就说来夜经的时候 哇抽筋啊 要这样蹲 为什么 钙不够 听到没有 脚有没有抽筋的 钙不够 有没有 那些孕妇 怀孕的时候 呦 钙不够 听到没有 但是又有人讲了 钙吃太多会生死 对还是不对 对吗 对的朋友请记住 啊 嗯 单单钙就会 OK 呃 还有呢 各位朋友 我想请问一下 你整天里面吃到什么食物 是有钙的 牛奶 你一天喝几杯 OK好 牛奶 你没喝 第二 还有呢 有吃起司吗 少 没有啦 中国人没有人吃 其实很少的 OK还有呢 喝骨头汤 一碗这样大碗的骨头汤 里面才有五毫克的钙 我们一天要一千两百毫克 你要拿来做游泳池才可以够 OK 很多人讲喝水 听到没有 你一天有喝超过两厘的水 而且你水里面的钙 的稳定性 还要看你的水源是来自哪里 是山源 地源 还是水 这个河里面的水来的 听到没有 那你讲讲 还有什么地方来自钙 水钙太多根本就是借题发挥 妖言获众 迷惑众生 是啊 很多的安地啊 从来没补过钙 然后呢 圣洁池 OK 一检查到血钙很高 那些专家就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吃钙 那肯定没啊 他没吃钙啊 你不可以补钙 你一定吃很多钙 好时不时才开始吃一粒安倍的钙 哈 就是那里 有没有啊 气得他 听到没有 他妈的没有 教他 说钙不是这样来的 听到没有 OK 好 所以来我解释一下 我们的身体呢 是要弱酸性还是弱碱性 综合你就修课了 我跟你讲 弱什么 碱性的请介绍 你们不敢确定 你看 酸性咧 OK好 pH 水的pH是7 才叫neutral 我们人的血液的neutral 是在6.9 OK 少过6.9呢 我们就是属于酸性 多过6.9呢 我们就叫做 碱性 血液呢 必须在7.0到7.25 这个 弱碱性 我们的免疫系统 细胞 解替组织 才不会这么容易发炎 退化 听到没有 所以呢 我们如果食物里面 我们吃的大量的 比如说 蛋白质是酸性的 还是碱性的 对身体 不会被身体利用的蛋白质 就会在身体里面造成酸性物质 因为蛋白质消化就氨基酸 所以它就是酸的吧 脂肪 会变成 脂肪酸 对不对 糖 碳水化合物 如果不被利用储存成脂肪 转换过程 还是变成酸的 听到没有 所以身体为了要让我们的PH呢 能够一致在 弱碱性 就体液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 钙的离子 多还是不多 钙离子多 它就自动会拿来综合 如果血钙里面的 钙的成分不够的话呢 这个时候身体会搬救兵 从哪里搬出来 骨头 骨头呢 里面有大量的钙跟磷 phosphorus 听到没有 所以呢 它就会搬出来 如果100%的出来 接下来循环70%的回去 另外30%的还是在血液 但是呢 这样子的钙呢 的分子是非常的大的 它会在血液里面呢 把血钙的这个测试呢 给提高 但是呢 经过胆 经过肾 它就结石 所以肾结石的人 是因为钙太多结石 还是钙不够结石 所以那些肾结石的 都过去没补钙的 所以很冤枉 听到没有 这个还没有完 继续演变下去 骨骼疏松症 就会更惨 骨骼疏松症 会造成很多人的骨结错位 听到没有 长久下去会怎么样呢 骨刺 再继续下去呢 怎么样呢 OK 就会怎么样呢 尖椎盘突出 有的人后面尖椎盘会出来 有没有 压到神经线 医生没有100%的手 是5050 他这样 听到没有 所以呢 影响的东西太多了 各位朋友 然后呢 钙 OK 血钙 如果是一只从骨头拿的 出来呢 就会造成钙化 听过吗 钙化斑会发生在血管 心脏也会阻塞 钙化斑会发生在各个的关节 只要温度一低 你站起来就痛了 所以很多很复杂 所以你今天开始就补钙 那很多人就讲 专家说的 35岁过后吃钙 没效 因为骨头不能够储存 但是骨头不能够储存 血液吸不需要啊 所以你自己判断 吃还是不吃 明白没有 钙还能够稳定睡眠 听到没有 那有没有人喝咖啡 手会发抖 听到没有 喝咖啡的朋友 手会发抖是什么事 缺钙跟切铁 所以你钙跟铁 补一段时间 你突然间可以喝咖啡了 当然你也不用一天喝大300杯 听到没有 喝那么一小杯就好了 OK understanding OK 孕妇重不重要吗 要 孕妇很重要 孕妇如果改天 你要让你的宝宝长大个 然后你要让你的整个胎盘很好生 OK 然后你要让你的宝宝一出来 你会看到如果生M-B的baby 四五个月 他的头很硬了 听到没有 一下就会坐上来的 听到吗 鞋走鞋跑也很快 听到没有 当然没有人鞋飞的 听到没有 不要跟人家讲 吃M-M的钙 baby神才会飞啊 那个夸张 OK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孕妇一定要补钙 然后呢 你的乳制的品质才会提升 听到没有 然后呢 所以 钙是很重要的 OK 好 一天 如果在瓶子的分量三颗 想要大刀一方六颗会过分吗 OK 那如果你吃中间三四颗没事吧 OK 然后呢 钙能够止痛 为什么钙会止痛呢 因为呢 痛就是不通嘛 不同是因为血管严重收缩嘛 钙里面的美能够放松我们的血管 所以它就会止痛 OK 然后呢 如果急性胃疼的朋友 为什么钙一吞下去 马上就胃不疼 因为它有马上综合胃酸的功能 OK 你有问题要问啊 吃空心菜脚会抽筋 可以啊 钙跟空心菜是没事的 空心菜是寒的 那个是寒造成它抽筋 不是它里面的钙造成它抽筋 空心菜是寒的 OK 所以女人吃了 有的会来白带啊 抽筋这些问题啊 OK 那个体质 我们身体有九种体质 但是今天没有讲的 听到没有 有寒的 有热的 有血液的 有痰湿的 听到没有 那个是改天专业课啦 有上中医课的 你们才懂 为什么有的人脸轻轻 为什么有的人脸 脸的手冷冷的 为什么有的人的手热热的 有没有 为什么有的人脸黑黑暗暗的 是不是 都有九种体质 那这九种体质都会延伸不同的病症出来的 所以在五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把这些问题分得很清楚啦 听到没有 OK 好的 改天有 有机会我们再可以讲这个 好 所以 盖很重要 OK 好 来我们看 好 好 好